很厉害你被打脸 处理好小的 那就处理大的 大的这里有一条链 就切一片 这个光滑的你们看不到的 就这样切一片下来 刚讲这一颗切下来 让它们去做界面 好 因为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好的位置 要去做一下界面 其他的把它放下来之后 这一片拿下来 因为这一条链嘛 但是肯定在这里先拿下来 不然的话你这里会切到它 第一刀这里把它拿下 第二刀从这里来一刀 那去先切割吧 这一刀我们就自己用那个 小切剂把它切一下就可以了 切割面呢 原来只有这一颗 能达到切割面 为啥 因为它够纯 其次它够白 我们做界面呢 肯定是越白越好 然后越纯越好 这些呢就不行了 首先看一下 它这个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做一个大腰子 上面有一只瘦 但是呢 我想来相信还是这样子 这样子更有钱一点点 因为刚好中间这里 肚子这里 它是黄色的吧 这边边上基本上没什么用 就不要了 就这样做一个阵型的 这个呢 我不告诉你 就这样做一个阵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那一份失望 大家都说亏到姥姥家去了 我说你能懂吗 我们在这边买卖 你就凭这个视频就说 说得比我还行 现在我不得不说 等抛官网之后 那些说我亏到姥姥家的 很被打脸 这里原来设计是要做一个佛的 但是那条列挖下去有点深 本来是这一面做正面的 现在又把它盖过来 因为它有列 我们这一面做正面 做了两条海藤 我选择这经常做的是有眉毛的 还有这一个 你就说就总这么老 又这么沉 还肚里长筋 我能亏到姥姥家去 不同部位 为啥我这个要单独跳出来做界面 因为它够白 光够好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光 但是呢这个呢现在是 要等香好 这些才展示给你们看 到时候看是我亏了 也是我赚了 就是那一份失望的啊 就是自然光底下的 这么好的种水 做皮修的做经常的肯定也不多 像这种料子 总这么老的 切这么厚了 现在来做也少 这个呢原来当初是要做一个正砖活的 后来呢 考虑到这里后面有一点裂 挖下去的时候 还是不行 那么呢我们就做了海豚 那我之前都不知道 原来海豚是很治愈的 我看到某个纪录片 它竟然可以治疗自闭症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我们也背光看一下 那关键的在那里 我说的那个料子的界面 同个料子的 你信吗 现在没有阳光 但是大家可以明显看得到下面的光 它有一层光圈 这个呢 是非常的饱满的 我之前说过 你要拿来做界面 它一定要够白 杠位要好 它出了界面才会漂亮 来我们到灯光底下看一下 这是自然光底下的 位置不一样 它展现也不一样 我们经常说的 佛肚子里面 有一点颜色来巧的 这个称之为肚里长筋 那这个是真正的肚里长筋了 它长的是金黄色 太近的曝光了 我请我们那个染指甲的小姑娘 给你们拍漂亮一点